里面的话基本流程是这样的 第一个就是在Default里面 我们Default里面 登录进来之后的话 当然一般人可以看到相关对应的影片 可是如果说呢 我们今天呢 要能够让有权限的人 去做新增影片的动作 那没有权限的人 就不能做新增影片的动作 那这个部分呢 必须有一个那个账号密码 去做一个管理 那管理那个某个页面 能不能被存取 其实除了说你可以用 那个像系统内建的那个login 各位可以在我们的那个 这个这个元件库里面 工具箱里面可以看到login 相关的这一些元件之外 那如果我只是一个简单的 简单的一个登录画面 比如说像这边 我们有个新增 假设我要新增影片 点进去之后的话 那这里的话当然 我们就一个简单的登录的一个画面 里面包含就是 让使用者可以 填上那个账号跟密码 然后当他填写正确的时候 我先填一个错误的 按一个登录 那底下的话要显示这个账号密码有误 那或者是说我给他一个正确的 比如说我出入正确按一个登录 那登录如果是比对正确的话 就可以跳到 他应该跳到的画面 比如说像这个地方 我可以在这里 直接可以让他去做新增的动作 比如说可以新增 那可以回到原来的画面 原来的画面 那当然新增完毕之后呢 这个地方理论上应该要有新的影片 或者是说可以让他继续新增 下拉选单 那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该怎么做 这个地方 那首先呢 当然我们需要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说在我们的那个主页里面 登录之后这边有个按钮 那自行增加按钮 按钮的部分呢 就连接到一个这个网页 那这个网页的话呢 我的给他连接是 首先先新增一个button 这边一个button 那这个button的这个连接呢 连接到就是我们内部的 用选取也可以啦 这边的话 我是有在上方新增一个叫login的一个webform 就是我们的这个aspx的一个档案 那这里的话 进来之后的话 我必须要秀出这个画面 那首先的话呢 第一个 我想我们先来看一下程式部分 那个画面部分 那画面部分的话 第一个就是 当然我们就用这个输入上方一个账号提示一个密码 那里面的话呢 就在底下增加两个textbox 那加进来的话 看一下里面呢 修改的哪些部分呢 第一个的话 我把这个textbox名称呢 改一个名称叫做tstname 那底下再拖拉一个textbox名称叫做tstpass 然后再增加